村長收30萬,幫人劑3億可卡因 開浮以來最大宗可卡因案,涉案村長彭月雲昨天提訊 他沒有請私人律師,只是由當席律師代表,他表現冷靜 57歲的被告報稱是推銷員,被控在上星期六 在打鼓嶺大布田村一間村屋的天台販毒 警方在現場找到26個紙箱,裏面有372磚每磚重1公斤的可卡因 警員同事檢獲毒品包裝工具,被告說是幫朋友存放 每磚可卡因可以得到5000元的報酬 2月時,一個不知名男人給30萬他找去暫存 鑑於案情嚴重,本案仍然有失蹤人士,控方反對保釋 被告無需答辯,下月3日再提訊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網頁,被告在03年起 是打鼓嶺區鄉市委員會的原居民村代表07年連任 河南華僑張馬琪上星期四說去大布田村找村長收訴 之後一直人間蒸發 她老婆務警,揭發這種懷疑國際毒販 黑是黑三億元毒品案 警方懷疑張馬琪失蹤當日,可能已被殺害並且埋屍 昨天出動直升機和快速應變部隊 在元朗長江為上空盤船首殺,但沒有發現 而前天獲准保釋的村長爸爸,昨天再被帶返警署問話 請問了 將門家公代表明 ws唯有關鍵 從廉官員 各自從大宮 雷� Spartan 雷� Spartan 雷� Spartan